案情的部分我不能談 不过我绝对没有问题 面对镜头再三自清绝对没有问题 时代力量前主席徐永明 被裁定八十万元交保 不过时代力量却没有立刻开闸 引爆党内不满 纪律委员会接下来在传 我们徐永明到案的时候 除了一定要说明真相 然后进行完整的调查之外 也应该予以除名 面对党内要求高标准处理的声浪 带主席邱显志挂保证 一定会给大家交代 不过徐永明交保后 党秘书长与五位决策委员 特地到立法院声援徐永明 难道党中央已经表态力挺徐永明 我觉得这个行为也是非常不妥当的 因为决策委员应该要 是党的决策的核心机构 这个时候应该更要秉持中立 而且是非常严谨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社滩的风暴才对 当然是不可能受益啊 我的立场就非常清楚 我现在这个临危寿命来代理这个主席 我就是要来把这件事情 就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去处理 一言一行我们都必须要考量到说 这个到底给社会是一个什么兴趣 党中央要不要开闸 党内已经吵翻天 不过纪律委员会还没开 徐永明先发出了声明 宣布为了顾全大局决定退党 居律委员会因为我刚刚说的 最重的处分就是处民嘛 那像说其他的处分停权 或者是说整个申戒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党员确实已经完成退党的处理 所以的话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不适格的状态 强在居律委员会开闸前 徐永明先退党 原本要亲自到党中央说明 改为视讯会议 不过决定退党的不止一个人 台北市议员林颖梦 黄玉芬 吴玉锦退出实力的媒体群组 随后发表共同退党声明 认为时代力量背离初衷 成了匿名抹黑的政党 对于放话文化 心寒以及失望 徐永明收贿引爆退党潮 不仅纵挫实力形象 也让党的前景更加风雨飘摇 欢迎新闻林维凯 宋军毅林委婿 林凯伦 台北高雄报道